By going on Amazon business, all of a sudden small businesses are on an equal playing field 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这个有意思了,我们大部分人觉得说我是品牌商 我是知名品牌,我是著名品牌,各个品类不一样 我在出海的时候,我不应该去找运营很强的人 为什么你们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做策划、规划、讨论 整一个做系统的这种方案呢?为什么?凭什么? 不应该,哎呀,这个谭总,我们先做了吧 在注册公司那里,甚至还是香港,账号怎么搞 搞出来不是完了吗?先动吧 这是基础,这是前提 对对对 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做 其实刚才也是说到品牌它,我们要打造它是品牌利益的一个事情 不是单单是说把一个店铺了,再打到fresh store开了 然后我们怎么去铺货,怎么打价格战 可能就是订三级价格,然后就怎么引流这些 是其中一个不可获取的一个部分 当然了 然后我们之前也是因为这样子来邀请了行业内好几个 就是在行业内运营比较强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团队 但是这一块可能他们在过往,他们都是在过往运营亚马逊或者是大卖的一些背景 所以我们反而是跟他们要更多去输入一些品牌怎么去运营,怎么去管理的一些点 然后把整个品牌包装起来,怎么把,就像某些品牌我们要以快打慢 某些品牌我们可能要慢慢build up起来,这些都是一些内功的事情吧 这里要导论它了,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品牌力的一个塑造 那大家很清楚我们在今年年头说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 就是跨前出口电商会进入轻品牌战略,轻品牌就像你说的大品牌也有轻品牌 你的投入产出它不像是一下子砸一千万去做营销的,它可能大方一点砸个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也是跟这些论的 你刚刚解释了快有快的方式,慢也慢慢比方,可以举些例子就更形象一点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很好奇,谭总,我也是国内的知名品牌,我能不能跟你们合作呀 我们在行业里面也是属一属二的,我们能不能跟你合作,那你怎么去做 能不能讲一讲那个方程背线怎么起来的,我现在知道你成绩了 对吧,三个月时间,六个时间,多难押第一了,也知道了这个整一个的基础背景了 那你刚提到的一个我最关心的就是做品牌嘛,品牌力嘛,你到底是怎么去做呢 因为其实每个品牌它都有不同的阶段,那我还是讲回last space这个case吧 因为其实last space在行业内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在特别是保健品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然后今年对品牌方来说,他们是需要全球控价 全球控价,嗯,然后因为它其实在全球都有它的分销商以及代理商 但今年他们要做的非常大大祸苦的一个动作就是直接全球控价 嗯,全球所有电商品牌的价格不能低于某个折扣点 是,所以它要更多的 呃,的投入放在它的品牌力的建设上面去 是,如果价格不能再低了,我不能再破价了 是,但为什么在这么多一层军品牌里面,我还是要选择你呢 所以要更多的一些品牌的露出,品牌曝光,以及打造它的一个很natural的一个澳洲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slogan 给到消费者,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呃,在整个东南亚其实 代购很多,嗯,水货也很多的一个市场,它的品牌力是有的 起码就是,消费者是非常了解这个品牌 是,但我们要把它的fresh store,官方的这一块,要把它build up 起来 是,所以我们就是在东南亚半年时间,已经把所有的一些 甚至我们,因为我们是他们的总的一个呃,总经销商 是,我甚至把他们的一些小的分销商和代理商商直接收编了 就是在整,把人家给吃到一条慢鱼,一条后进来的鱼,把人家前面先用鱼给吃掉了 拼什么?嗯,一来我们是代表品牌方,是,嗯,然后,所以我们在他的 官方旗舰店会建立了他的品牌形象,是,以及去参加,非常配合 拉扎达去把这个品牌推出去,当然拉扎达也给了我们很多的 一些支持,是,嗯,因为今年是他们第一年开了保健品这个category,嗯,然后 第二点就是,呃,我们也会通过一项平台啊,或者是线下了解到他们做的 比较好的一些分销商和代理商,是,但是他们可能在某些地方 没有去match到品牌的策略方向的,我们把它受编,直接就把它作为我们的下游 是,然后我们供货给他,是,然后也把整一个品牌力的输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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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会帮品牌方打官方的,然后这些小的,一些矩阵式的,呃,我们 现在能做的西马印非四个国家,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步骤还挺一致的 嗯,嗯,嗯,刚刚Fanitia讲的这个逻辑特别特别的有趣啊 我稍微用一点更加形象的方式来描述你们的方式,就是 你们其实现在用鱼群的方式,嗯,大家还记得沙丁鱼吗? 沙丁鱼的鱼群是很可怕,嗯,沙丁鱼怎么在这个海洋里面能够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通过鱼群的模式,当然了,小鱼,一定被中鱼,嗯,被大鱼,被快鱼吃掉了,所以沙丁鱼是很惨 嗯,包括这个,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从收编,嗯,到同步,一个一套的这种输出,嗯,品牌的这种,我们叫形象也好,能力也好,其实这个是很重要 对于这个,品牌方来说,这意味着它的控价,它的这些矩阵,其实在你们这个协助上,嗯,是完成的 嗯,那这里边就不得不提到了,我们今天一开始提到的一个,明创优品,嗯,其实,明创优品,你看,明创优品先后三次冲击IPO,嗯 18年,19年,我记得在你之前做跨境电商物流的时候,对,你们也曾经跟明创优品有过一些接触,嗯,然后虽然现在,嗯,我相信你过了保密期了,应该可以聊了啊 明创优品这个整个模式,包括今天我们在看它的这个,整个上市后,行业里面对它的不同分析都提到一个共同点,就是明创优品的品牌, 跟它的供应链,呃,从1415年,明创优品在海外,其实做了很多尝试,线下的尝试,但从消费,一般消费者的感官吧,我们没有看它的报表啊,因为它没上市之前,我们看不了它的报表,从一般消费者的感受到它,真,明创优品能够真正被这个中国的这些,大量的,普遍性的用户所认可,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工作,嗯,就包括明创优品在海外也是一样的,嗯, 在不同的国家也像,结果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其实从从汤城备件的案例也好,或者从明创优品,跟漫威合作以后,形成了这么一个,呃,巨龙效应以后,是不是可以归纳说,其实整一个中国品牌出海,是有它一定的模型跟套路,而明创优品恰恰在这个事情上,就是因为没有做到拓, 如果现在让你去复制一个,明创这个,这个要,另外一个汤城备件,它有,但是它不让我告诉你们,它牵下来,它不让我告诉你们,也是全球顶级的,你们会怎么去再去做事情,因为刚刚你说了,Lazada,嗯,嗯,它平台有这个红利7,嗯,你们本身已经完成了个基础了,嗯,那些更牛逼了,嗯,然后再加上这个汤城备件,本身对这个事情上的应该,好了,如果现在让你去复制,你的经验,嗯,你会去, 怎么做,我现在是一个,你比如说我是那个,那个CBS吧,啊,或者是我是,这个另外一个,更加强的那种保健品公司,嗯,嗯,你会怎么想,嗯,你会怎么做,对,其实刚好也是,明哥刚才提到明创,其实我们,呃,去年,以及一般年的时候,也有在跟他们在沟通,以及在探讨,呃,其实明创也一直想在做,宽电商出海,电商这一块的路,然后目前因为,其实,呃, 整个供应链,以及它整个商业模式,是重线下而轻线上的,其实包括我们认识的一些好闺蜜,嗯,朋友也曾经就是进到明创里面,想把这一个事情把它build up起来,对,那到最后还到目前来说,可能经过了两三年还是没有很大的起色,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说,因为其实整个利益链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重线下,而且相对来说,明创的供应链会更加复杂,更长,对, 因为SKU很多,超过几千的SKU,然后跨的品类也很多,所以呢,当时我们也跟他们在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明创要做线上的话,可能要从底层去做一个改变,就不是中国的线上,而是跨中国的去改变,因为我记得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就是常常备见它本身跟你们合作的时候,它是把中文版的内容, 中国版的这个产品给你做,然后最后结果测试一下,还是要全新去做,然后明创的这个案例,其实我们是看到有中国很多的著名品牌,其实也很多SKU,规律也很长,那你们现在会怎么去判断? 其实如果是我们来做这个CASE的情况下呢,我们会用,因为它产品的SKU足够多,然后明创优品的品牌力,目前来说可能给到中国消费者的一个印象就是便宜,优质的产品,但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聊到就是说,可能它会借助了漫威,借助了故宫, 对,借助了粉红爆这些IP,把它品牌力再借助像王一博,这样子的明星把它build up起来的,但这个的辅助可能是更多是这些IP,以及更多这些明星的品牌力,没有就没有说太多,把名创优品这个品牌力更好地修理起来,那如果是我只是大胆去假设,如果我们去做跨境的情况下,一下子去铺这么多的SKU,可能是对它的供应面是非常大的压力的, 甚至我们当时看了,明创优品的一双袜子,都用一个盒子来装,如果对我们跨境卖家,肯定先用一个薄薄的包裹袋,就OK了,最好是真空收缩的,对啊,对啊,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根据某一个市场,就他们要打的某个市场,去做一套的,当然我们是用一种比较高端化,是综合性的一个运营的方式了,会做一些市场调研,看看, 在它的整一个市场的分析,以及它的竞品分析里面,怎么去找到这些产品的卖点,以及差异化,然后再选一个产品的矩阵,我们可能会以爆款的模式去打,就像完美日记一样,因为它产品太多了,目前来说明创不像LiveSpace,有7个SKU,我们就完全把它,浸透式的去销售,但是明创有几千个,可能我们会选一些爆款, 用爆款跟明创的logo和品牌这样子去强绑定之后,先把它推爆,再用单一爆款,引copy到其他的一些新的品类,或者是新的产品去这样子来做。